大家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片音及相关的汉字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皮音及其相关的汉字 这道祖宗把动物和我们人 这个肉体的表面跟这个肉体连在一起的一种浅 瓶 瓶 薄 毛索衣服的一种坚韧的组织称之为皮 后来演变出类似于皮的东西 也称作皮了有了皮音和皮字 那么在祖宗那个时候呢 关于这个皮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作业啊 或者是一个生活劳动劳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一方面呢 这个皮呢可以加工成衣服 还可以加工成用具啊 就是床具啊 睡眠的工具还可以加工成这个容器啊 还可以作为一个食物的备用啊 那么在食物紧缺的时候呢 可以拿皮来当作食物充饥 所以呢 那个皮工业啊在祖宗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啊 像草工业木工业一样 那么祖宗呢 呃 后来通过自己的实践观察思考传播研究用发现了用皮音啊和皮字来传递一些信息呢 已经不能得到这个呃满足啊 不能详尽的表达 所以呢就在皮音皮字的基础上呢演变出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片音 以及呃片字 那么祖宗呢就把加工皮啊 这样一个搂动搂作的过程或者这样一种现象 或者这样一种工业啊就叫做片 呃有了这么一个片音 那么祖宗啊 呃赋予这个片音片字的时候呢 是借用了这个攀字啊 呃 攀画啊来表述 就是因为什么这个片音字啊是在辟音字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呃 那个时候呢 这个文字图画呃 音啊 基本上都已经成形了啊 有关的与这个音相关的文字呢都已经成形了 那么所以呢 祖宗就用了这个攀啊 倒过来就是片片倒过来就是攀 那么其实呢 好多祖宗认为这就是一个字实际上他不是那么就是其实呢后来人啊误读了这个片子啊借用了这个攀啊攀字来描述这个片子啊就是发展到我们今天我们呃使用的这个汉字一片两片啊这个片子啊攀的反过来写的这么一个字 那么既然然片音是在皮音技术呢一个拓展一个发展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片音呢就承载了皮音所呃具备的所有的这个含义同时呢又有了自己独特的呃更深一步的这个含义 因为你皮加工业主要是怎么就是把它进行切割啊分解啊呃处理 那么 处理完了以后那么产生出来也叫做片所以这个片子有名词呢就有这个小啊呃局部啊呃零碎啊不重要这么一层含义 那么当然了也继承那个皮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平而薄啊坚韧啊呃等等那也是有皮的这个含义 所以这个片呢也有那个含义也有这个扁而平薄这个含义 那么呃呃还有呢就有一个动词啊呃片就是制作类似于这种呃这个局部的这种碎琐碎的啊皮的 这种呃东西啊成为片啊所以要呃骗什么东西就是呃拿着工具啊刀啊俯啊啊呃特别是骗肉啊把肉啊一刀一刀一刀一副一副的做成个片一样就制作片啊叫切肉片啊等等吧 那么有个动词的含义在里头所以叫骗肉实际上是用刀去割肉把肉割成片也叫做骗肉有动词的意思 那么当然了 既然又批音来的 那么类似于这种片的东西 主动也都叫做片了 什么竹片啊 瓦片啊 木片啊 石片啊等等 一样啊 他和这个批音啊 替字的发展的这个脉络和 惯性啊 或者说是思路啊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各种各样都称作有片 唯一的就是这个片呢 多出来了的细小啊 不是全部啊 局部啊 这么一层含义啊 那么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么祖宗呢 就发现 里头啊 有一些窍门啊 就有了这个另外一个片啊 人家庚子这个片也读作片 实际上呢 他是承载了 变音和这个片音啊 共同的 但是走到一块一个交汇 所以有时候 因为他自是一个 所以有时候会承载 这个变音音的含义 有时候会承载片音的 这个含义 一直以我们今天呢 是知道他读两个音 有时候呢 含义呢 会进行交叉 啊 你读作片也好 读作变也好 他有时候 因为他一个字嘛 你怎么读啊 往往不那个什么 那么严格的区分啊 含义呢 也比较模糊 我们汉语当中 所有这个 多音色啊 都是这样来的啊 所以呢 会有交叉 那么你读作便宜的时候 就指着那么很细小的碎片 你比如说 这个 皮啊 被加工或者皮状的东西 被加工成了细小的 一百叉啊 一百个部分 一千个部分 那每一部分呢 都就不重要了 那不重要 大家就不会在乎 所以呢 在商品交易过程当中 或者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好像是 哎呀 无所谓啊 编较料之类的啊 拿走啊 不要钱啊 所以呢 这种啊 就被人盯上了啊 因为他可以其小成多啊 所以就叫贪便宜啊 也就是个骗啊 就是想 占有这种细小的 人家不在乎的啊 叫贪便宜啊 有这个便宜的便子 那么当然了 你说辫子也行 因为他细小容易拿嘛 所以叫便利啊 那你说便利 因为他为了 区分这两种含义吗 那所以呢 呃 其实呢 你说骗你也可以 因为你细小容易拿嘛 嗯 轻松嘛 所以呢 就有 嗯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有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那么自然而然的啊 祖宗就会 因为他是一个分部局部 往往有时候啊 会认识不到是个全部啊 就有了所谓的 不是全部啊 不是正确的 因为你拿着一部分嘛 那不是全部嘛 你尽管你说啊 我就是这样的样品 所以呢 就不正确啊 不是全部的 还也就有了另外一个人旁的这个片 就是不在中心 不正确的意思 后来呢 因为这个东西 不管是物质上的这种认知 包括一些道理啊 定理啊 知识上的认知 也是呃 直言片语啊 所以那个片子也有绝部的意思 从了从我这来的偏颇啊 不在嗯 不是重点啊 不是中心 有了另外的含义 给的这个片子啊 片旁的片啊 你走片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片呢 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在出于这个皮原来的那个整体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也很难说清楚 其实呢 就是一种随机 所以有有这个啊 巧合啊 随机啊 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头 比如说呃 偏巧啊 等等 那么就是一个巧合 你有必要计较 那么有了这个祖宗 有的祖宗就大起主意来了 有便宜可占啊 啊 技巧成多啊 你别人不在乎的 我拿了一点点油就是一张皮 甚至于可以好多张皮 都是通过这种占习小的便宜来的 所以今天呢 讨价环境也叫讨便宜 就是因为你基本价格定下来了 想多露人家一点 多搞一点 那么也叫贪便宜啊 叫呃 降价啊 那么这些东西啊 逐渐的发展 主动就发展出一个 我们人类所不止的一个 啊 偏门的技巧啊 也叫做骗术 所以有了另外一个骗子 啊 嗯 其实呢 最初是呃 言字旁的这个骗啊 只是用语言 语言呢 那么 这道理啊 这方面啊 什么 呃 各种歪理邪说了 那么后来呢 有物质上的啊 为取得物质利益 所以用马字旁加这个骗子 有这么两个字 当然各自有所侧重 马字旁呢 那主要是指物质上的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一小拨大 一小拨多啊 投机取巧占便宜啊 占有物质上的这种便宜 所以叫骗 实际上骗的 我们今天都是啊 就是叫人家蒙了 叫人家骗了 大概那个意思 不知道 但是真正的含义不知道 实际上就是被一小拨多 一小拨大了 所以呢 这叫被骗了 说白了呢 就是投机取巧啊 呃 如果是不是一小拨大 小对小 大对大 中对中 那叫平等交易 不叫骗数了 实际上呢 这个骗数呢 就是啊 我们认为很正确的 一大拨小 四两拨钱金啊 最隐含的啊 觉得今天高大上的啊 大家都觉得励志的 叫事半功倍 因为他毕竟是比较小啊 一半拿一倍啊 干一半拿整体 叫人感觉到 哎 这理所当然 后来演变出来的这个 呃 脑力劳动啊 生活体力劳动 统统都是这种 那么其实呢 这都叫做骗啊 盐子旁的骗和马子旁的骗 他们是相互交错的啊 呃 大家一天呢 又加以其他因子的 掺和啊 也叫朱新啊 有了所谓的今天的骗数啊 好多人弄不清楚啊 呃 什么 呵呵 这个 一小伯大啊 弯道超车啊 统统都是这种东西啊 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 啊 拿局部说整体啊 拿细小说巨大啊 你比如说我拿这个样品 我拿这个片啊 这个皮的这个片样品 那很中心的强度也高 色泽又好看 厚度也够啊 接个交货的时候呢 给的变角料啊 所以这就叫骗啊 就是模糊边界转移概念啊 呃 这就有了骗啊 主要拿皮骗后来 那就是我们所有类似这种行为动作呢 都叫做骗术啊 不管是物质上的 还是语言道理上的啊 通通有这么两个骗字 大家可以去呃呃呃 靠正啊 这就是骗字啊 就含义呢 被这两个字呃 所承载了 当然了 有不好的也有好的呀 那么类似于呃 片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说过吗 有草片 草木虫兽啊 草片木片啊 呃这个虫片兽片啊 啊最主要的呢 就是还有一个竹片啊 我们今天竹片呃 其实呢 祖宗就是啊 用竹子 那个外壳 因为它是中空了 那么做成的这种又薄又硬啊 硅壳一样的东西就叫做片 后来就演变成我们今天一篇文章 两篇文章的这个片了啊 甚至于篇幅 还用来做计量单位 这个片子都有计量单位在里头啊 那一片那么呃 后来这个这个片也就是 因为你一个文章 一个道理 一个知识 面你要把它讲明白了 一个竹片呢 祖宗用它来做这个所谓的书籍 你上面刻字写字 那弄不完 所以有好多啊 弄在一起 所以叫一篇 一篇就是一拖了啊 一拖啊 一轴 一呃呃叫做片啊 我们今天文章成竹片 你祖宗就在这个竹竹片啊 竹片子上面啊 写这个文字刻文字嘛 所以呢 以后我们的通常成了文章的代名词了 就演变出文章也用这个片子竹片啊 呃描述当然了也可以做计量单位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片子 还有呢 就是祖宗呢 对另外一种所谓的动物在天上能飞的动物的呃 羽毛啊也叫做片 但祖宗对他进行了反复的观察思考 揣摩和研究发现 鸟的这个毛呢 本身就是薄而平啊 呃 鲜啊 强度又够啊 又足够多够大 所以呢 叫鸟 毛为偏 偏偏起舞 因为为什么有偏偏起舞啊 表示 柔和等等 因为鸟是用它来干什么的 用它来飞翔的 飞那是比这陆地上跑是快的 比陆地上走都快的 所以呢 这个鸟毛后来也变成有快速飞行 或者快速行走 后来呢 因为它这个鸟毛是轻啊 它要飞啊 好多那个都中空的 你中了增加飞的难度吗 困难吗 所以呢 这个鸟毛也很有特点 和瘦毛不一样 当然那个细小的是一样 但它也是比较轻质的东西 那个中间还有一个架构 里头是空的啊 所以呢 这个鸟毛这个片呢 就又演变成了轻啊 轻盈啊 所以人跳舞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轻盈的动作 也叫翩翩起舞 就和鸟毛一样那样去舞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片子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P 就相关的汉字里 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个P 一个狮子加笔子 那么直到那时候祖宗 加工这个P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种有机物嘛 容易会发霉啊 变质啊 发出这个臭味 那么就叫做P 好像没有时间 去进一步分享啊 后来祖宗发现 人的这个肛门 有时候也会出这种异味 所以放出来那个东西 那个气体 也叫做P 给了这个 石家笔 这个P音 那么其实这个P音祖宗又进一步拓展啊 就成了臀部啊 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叫屁股啊 呃 那么有这么一个P音 P字 这个P字也还有那个意思 那么祖宗既然这个片跟P是有关系的 那么呃就把这个呃 屁股啊 或者说臀部啊 呃也观察思考 传问研究 其实上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你既然你是局部了 所以呢啊 也把它每一部分也叫做片啊 所以有了另外一个字 月并片 并有两个的意思啊 就是指月啊 通常跟身体有关系 所以你这个臀部啊 这个屁股啊 啊 也叫做片 但是是局部 每一部分啊 每一边啊 是什么 所以叫定片 好多地方还得用这个词 就是月饼 这个片啊 那么只特指这个 呃 屁股的百分之五十一半啊 叫做片啊 有了这么一个片 当然这个片 大家就观察这个屁股 祖宗也观察了 又有龙旗啊 这个高 所以啊 好像是被冲起了 胀 所以这个片呢 还有膨胀的意思啊 还有龙旗的意思 圆润 那么大的意思啊 所以有这么片 那么后来呢 祖宗还发现啊 嗯 这个人的这个臀部啊 屁股啊 和马屁股有的一比 马屁股和人的屁股有的一比 所以呢 那个马的那个屁股也叫做片 但是它叫马病片 哎 后来呢 祖宗啊 这个马 那马兵有这个片了 嗯 觉得呢 有的时候用这个字的时候呢 说马驾车啊 后来说啊 一看 那马驾车 这叫马驾车吗 那怎么办呢 哎呀 他这个这个片啊 那肯定是两个啊 有病有二的意思吗 两个马驾车 叫做片啊 这个含义呢 就被赋予了 我们今天也成质 但是也很少用了 所以呢 双马并列拉车啊 称之为片 有马片 实际上呢 就是马屁股叫做片啊 和人屁股月病啊 马屁股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那么有啊 这么两个片子啊 因为什么有时候 呃 有些古书里头提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马病啊 特别是马病啊 解释的各种各样的 呃 嗯 我们在这挑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了 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祖宗呢 这个片音片字呢 有草木 虫树 金木 水火 土 那么其实呢 都是各种这种片里头的 这个 更狭义的狭窄的方向的一个演变 比如说木片啊 你当然说 那个后来你这木片 用这个我们今天一片两片了片 那就这样营养没有必要再加个木的吧 所以呢 那个木片呢 就演变成了凉啊 方形的哎等等 各种各样的演变 那是后来的我们呃什么鱼片啊等等 我们不一起去跟大家做这个分享了 那么主要的这个片音片字呢 基本上我们也都跟大家啊解读了 那么好 关于这个片音及其相关的汉字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